我們請老九零元來幫我們評估一下 這個是2002年天字號的正觀莊 三十之莊的高麗生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值多少請見價 零元 假的 這是假的 保證假的 什麼意思 它這個是往外面圍造的 確定 很肯定 你在哪裡看是假的 第一個 像正觀莊人真 它這個國家做的機器 生產出來的不會這樣 你看 你這樣壓的時候 你壓的時候啵啵啵的聲音 不是 鐵盒子不就應該 沒有…它在壓不會這樣 第二個 它這個撞擊聲音也不一樣 撞擊的聲音 它一般真的撞擊會悶悶的 不會像這麼響 然後再來是說它的印刷都有問題 好 來 我手上有一個那個 真正的這個正版的 來 給各位看一下 比對一下 剛剛你壓一下… 用力壓一下 這個是沒有聲音的 真的是硬的耶 所以它的鐵盒比較結實 比較厚 然後你這個好像鬆鬆閃閃的 鬆鬆的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聽那個聲音 然後再過來還有什麼方式 就是你這樣撞擊的時候這樣 這個會比較悶 有 實實的聲音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外面還有一個塑膠 裡面灌氮氣的那個塑膠比較厚 那假的一般來講 就很隨便的塑膠泡包 甚至有的沒有塑膠 所以撞的聲音會比較響 因為食物在撞金色 那還有呢 還有是印刷 像這個印刷是模糊的 它表面的漆 是那種網點印刷 不像這種印刷 它會有油墨印刷 還是會有差異性 對 這個圖好銳利啊 對 這個就是會模糊 你看那個這個衣服 還有這個皺褶這裡有沒有 就差很多有沒有 顏色也不一樣 顏色也不一樣 可是老九霖 這會不會是早期它做的 因為兩個標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更老 更老在照理講要 金字是會更差 可是它沒有 它更老的卻比它還清晰 可是老九霖 它這個還有防尾標籤 還有雷射標籤在這邊 一張雷射現在印刷是五塊錢 你看 它還有這官裝的雷射 還有哪裡 那加上這個密度啦 像這個密度這個就會比較 你看起來這個密度就會比較差 就金屬的密度 這個密度 來看一下 側面這邊銜接的地方 這邊是接得比較好 這很平滑 這真的有點粗 對 那最簡單打開來看 好 老九霖 你還有底下這一個 聽說這一個是不是 這個也有 因為有的 這個就是有年份上的差異 但是這個一般來講 假的它用的材料都會比較普通 這個用的話 它的那個硬度會比較高 那個材料會比較 用的金屬材質會比較好 有 看得起來 這個一看就比較亮 感覺質感比較好 對 那這個只用一般的鐵線 大概就隨便找個材料就去做了 這一個的話是幾年的 1980吧 旁邊不是有寫嗎 這邊 1980 1985年 好 來 1985年 這一個是1985年這個 我放在這邊 這個是正版的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正版的 然後維銘你這一個的話是 不好意思 那個老九霖講說是假的 假的 我們從外觀上面看的話 辨別覺得它是假的 那我會不會被 我會不會被警察抓 拿假的 拿假的 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但是你請人家 如果吃死的話 你可能要負責 我們小時候 那個只要是那個 你在賣趕貨的 那個藥鋪 賣假的是公開陳列 現在不行了 所謂委託行 那個時候叫委託行 對 他就說什麼這是什麼V級的 他就這樣跟你講 什麼大陸做的 他說他賣得不貴 那時候 因為正光莊沒有來台灣 沒有人在管這個 那時候沒有什麼那個 版權的概念 沒有 版權的都沒有 但是你現在擺擺看 你只要擺出來販賣 他就可以來抓你 還告你侵權 真的啊 那我們可以錄快 我們可以錄快一點 要不然警察看他拖出 趕過來現場 你沒有賣 但是你可以把它打開 看裡面 因為看裡面也可以知道真假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 我建議你吃啦 我先問一下老九霖 這一個是1985年 1985年的這一個 同樣等級的 差不多同樣等級 這一盒的話 現在目前市場上價格多少 大概1萬塊左右 也是1萬塊啦 對 它如果真的或 這個 這一盒大概是快2萬塊 那當時... 那當時不會的 因為它的...它是... 買的時候呢 它是40 40的 對 對 因為40 越多的價錢就越少 對 越多價錢就越少 對 越少的價錢越高 因為它的那個 根數會比較少一點 對 就是會比較細 比較細 對 好 那維銘 這個因為是你的 然後這是爸爸的朋友送的 對 不管是真還是假的話 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開 可是現在唯一能夠再辨別的話 就是要把它打開來 你要開 你如果是假的話 你放在家裡面這樣子的話 那就開啦 切切 大家就當檳榔咬一咬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看 這個假的人生裡面 到底長什麼樣子 其實... 其實在外觀上面的話 這個我知道 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開 OK... 對 它就... 厲害 來 我幫你拿著 它厲害喔 厲害... 好酷喔 果然是天才人工 沒有 我們小時候 很多美元有沒有 對... 所有罐頭都是這樣 以前的罐頭都是這樣 以前的罐頭是這樣子開嗎 以前的罐頭都是這樣 真的還假的 真的... 那個美軍的那個戰略的那個物資 很多罐頭或者是那個什麼 蛋料香什麼都是這樣開的 早期台灣做的罐頭也是這麼開 這個比那種什麼 帶一個開罐器方便多 對啊 對不對 好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來 打開來看 它還有包裝 然後裡面有一個包裝 還是包裝很精美 這個比較薄 這開起來像真的 沒有...那個比較薄 這哪裡不對 然後它摺疊就隨便摺疊 如果是真的的話 它會摺得非常漂亮 把那個真的給打開 真的可以開嗎 真的 那是老90的 沒有 我有帶一盒要來開的 來... 好 來 這個為名 打開來是這樣子 我也拿了一個 這一個是正觀裝 應該是正版的 正版 這個正版的請老90 幫我們打開來看 因為我們要比較一下 就是裡面的人身到底長什麼 當然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都外觀 就我現在看為名這個的話 看起來也像是真的 這有哪裡不一樣 而且做得非常的精緻 它裡面還包了一個宣紙在裡面 對不對 然後這裡 宣紙應該賠多少錢吧 是啊 可是問題是 最起碼它有用心在做 仿帽都不用心 那... 那個包在裡面的 都已經可以做到那麼用心了 你看那個外觀上面 我懂你意思 仿外面就好了嘛 打開裡面隨便 衛生紙包一包就好了 對啊 也不曉得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清學不適合做仿帽的工作 他做新聞他還做仿帽 他的這個開口好像... 你這個開口也比較漂亮耶 對啊 他開口也不一樣 開開 比對一下 你開開真的是一個蓋子的感覺 你看喔 他這樣出來的 開長骨蝦 就不一樣 真的 這架邊啦 你架邊給我看 你看 折的真的很好 有沒有 有啦 你那個感覺比較... 比較大可以 對 它稍微有點類似保麗龍這種 這裡拍一下喔 這裡就是說 十天的就加四隻 到那個十五天都加四隻 二十天以後就加八隻 有沒有看到 這裡 這裡有寫 這是他們的那個... 老九霖 你拿的這個是什麼的啊 是... 糧 是糧嗎 天地糧的 對 帶有什麼糧 有啊 有啊 蓋子上面都有寫 老九霖 我覺得你好像開到天字號 清學哥 你用聞的 聞的 你聞一下這個 我剛剛有聞到 你再聞一下這個 這臭的 這個才臭 這更臭 這個好像這個 這一個要聞這個平蓋 你這邊聞這個蓋子裡面 剛才那個蓋子耶 沒有 這個喔 對啊 這個盒子靠近來有嗎 我剛剛有聞到一個人生的味道 好清香的那種人生味道 蓋子在這裡 這個人生味道 好香 有啦 這個有 這個仿的就有 有 這個人生味道 給人家在這裡啦 每次都要下午 來 給各位看一下喔 他開的這個是涼的 好 我現在在聞的這個呢 就是正版的喔 給那個 來 一軒 你聞看看 這從外觀上面的話 是這樣子聞的 其實是聞出來 你們也要聞一下這個 感覺像垃圾的這種 這個是正的 這個就沒有味道了... 這個就沒有味道了 塑膠味啊 對不對 而且是壞掉的塑膠 其實剛剛那個老九霖 在開那個正版的時候 一打開 其實它就有男生味飄出來 是...很不一樣的 好好玩喔 我們再看裡面的深嘛 裡面的深也不一樣 我們再把它打開來 我們再... 這個是你的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假的 我們這個塑膠也比較厚 有沒有看到 塑膠也比較厚 好 來 我們把它打開來 這邊... 等一下 比對一下 你看 它這個就隨隨便便 你看 對 有沒有看到 對 好 好 來 我們... 我們先開圍名刀 這味道真的好... 好像放了幾天在福隆便當 這紙就拆開了 有沒有 還是很臭 還是有一點點人參味 哪有人參... 有啦 沒有 我覺得像張木放酒的... 腐爛的味道 這你自己的東西你一直在鹹 真的耶 我在... 我要早知道它的價 我就不拿來了 多丟人啊這是 沒關係 你開那一瓶可以補償 你開那一瓶就不會丟人了 老師 我們再聊 好 再聊 你看... 你看它這個宣子 它這個宣子的話只有一層 老九嶺那個已經包了好幾層 而且你看這個開口這個 你就不能印在正中央 印得好好看嗎 不要 它要偏一邊 木頭也比較漂亮 你這木頭比較漂亮 正版的好像感覺還是比較直 漂亮 它這個木頭 它上面這邊還有一個標記 對 這真的漂亮 你看 有沒有 吳寶 人家的這個... 這個拉把 我這個拉把是這樣 好 來 重點呢 我們把它打開來 打開... 來 給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啦 搞不好你裡面的話 你這個爛掉了吧 對啊 這臭了嘛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很漂亮... 你看 好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個是老九嶺的正版的 然後那個... 維銘的 來 維銘你的那個 那可能要把它打開來 它那裡面還用那個... 我會不會打開以後 其實是烏魚子 中毒 不是 可能會是... 那個... 蘿蔔... 老蘿蔔 老蘿蔔 味道很臭耶 真的很像... 什麼臭調的陳皮啊 或是什麼... 我的天啊 這個是人生嗎 這個... 你講對了 可能是菜脯 也可能是那個比較... 真的有用菜脯下去防嗎 真的假的 真的... 這個應該是大陸生的 都壞掉了 這壞掉嗎 這怎麼看得出來壞掉啊 因為它那裡都有重鑄啦 有一個... 不要... 不要 湊死 有一個酸味在啊 湊死了 它這個還OK啦 這個 這是大陸生沒錯啦 這個感覺甜甜的有沒有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外觀上面說實在的 這樣子怎麼比較啊 老九霖應該打開講一下 這個喔 你看喔 它這個是有人生的一個結理有沒有 這樣過來 那你看它這個扁扁的 就隨便那種大陸種的那種 人說的就是菜頭 像菜脯的那個人生 滿街...滿街片也都是的 大街小巷都有的 老九霖我問一下 它上面這白白這是什麼 蟲咬... 那是蟲柱是不是 對...蟲咬 蜜蜂怎麼還會長蟲啊 蜜蜂不確實啊 可是你看它像... 像它這一個的話 連蜜蜂都沒有啊 有...它外面這一層就是啊 它這個外面啊 對啊 但是它這個是... 裡面有充氮器喔 但它這個是做了兩層耶 對 這個有充氮器啊 這個做了兩層 還放了乾燥劑呢 都沒有用 這上面寫什麼乾燥劑請勿服用 是中文的 是中文的所以... 而且還不是簡體的 那就是台灣製的啊 沒有 是簡體的 是簡體 對耶 大陸做的啦 來 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看起來是大陸生 大陸偽造的 來 這邊還貼了還有一個乾燥劑 你看 還是簡體製的 所以這一定是大陸製的 大陸做的 好 這應該是大陸做的 而且現在我們都去過大陸 這應該是大陸的偏遠地方那種 小桌房自己亂做那種 當然人是 他那邊很多 重很多很多 就這種的 跟這種比較正統的做 可是老九霖 這搞不好真的也是可以吃的吧 應該 可能他只是大陸的人生這樣子 我們並不排斥 只是說他來做假的過程 為了要做得很像 他會不會加一些黑心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啊 對啦 你要花錢去檢驗的話 那就不用了啦 對啊... 我才行 你可以回去泡藥酒看看 泡你的那個這個 我泡來洗腳我都不願意 好不容易珍藏了一個這個人生 算了沒有關係啦 那個維銘今天也帶了兩瓶酒 一個是這個東穎的這個... 成高 東穎成高的話要等兒子結婚 聽說你兒子跟你一樣 有遺傳到您的特赦宅 對...他有我的下巴 還有你的好人緣 今天非常感謝維銘喔 謝謝... 好 接下來那我們要特別歡迎的 就是一軒 一軒妳好 是 軒哥 好 來 一軒的話呢 剛剛有特別講到 他過去呢 其實也是做那個醒腳節目 但是聽說您父親的話 可是很大的官 是好像滿大 自己沒有感覺 但是如果一講出去 很多人都覺得會嚇到 您爸是... 就是他已經退伍了嘛 退伍差不多有快十年了 但是退的時候是 空軍副總司令退下來的 空軍副總司令 所以妳從小也是在眷村長大嗎 那跟他是不是同眷村 不一樣 我們年... 年紀也有差好不好 飛行員的眷村都有院子 然後裡面已經有桂花樹 對... 你怎麼知道 真的 就是很小... 你有去過他家嗎 不是 軍人子弟 很多東西我們都會知道 好酷喔 你們家應該是在什麼 岡山那一帶是不是 我們是嘉義眷村 就是東門町 你是嘉義眷村 然後您是 我是在浦溪 桃園 他嘉義就是四大隊的眷村 現在叫大山嘛 那維銘你爸爸的話呢 是官拜 我爸上校退 也是很大 爸爸 中將 差很多啦 可是還是上校已經很大了 不過他們那個時候的話 其實上校真的就已經很大了 對啊 很大 而且聽說維銘爸爸是在警備總部 我爸最早在特總部隊 後來到警備總部 警備總部的上校的話 可不可以抓到中將級啊 如果犯法也抓不到啊 犯法是獻兵的事情啊 對啦 好 但是爸爸那時候是官拜 那個空軍的中將 然後呢 聽說還派到了 外派到南非去 那時候是更早啦 就是大概我十歲的時候 他被外派到南非 因為那時候南非跟台灣有邦交 是南非啊 對...所以那時候出去 但從小拿黃金當玩具 沒有 吃鑽石 沒有 沒有 但是那時候在十歲的時候 是民國...78年 南非那時候... 那時候有邦交喔 所以就外派外在玩 可是那時候的經濟狀況 怎麼樣 南非啊 那時候還好 因為那時候還是白人總統 那時候的話 約保那時候的話 可能都還是白人的世界 現在全部都是黑人 對... 然後我們住的是... 首都市Pretoria 然後也是住白人區來 所以妳一路就是跟著爸爸 這樣子到處... 就沒有 只拍到一個地方 然後在那邊待了 差不多將近四年嘛 就回台灣了 好 來 因為呢 要特別講這一段歷史 因為裡面有一些呢 是爸爸在那時候的話呢 留下來的酒對不對 對 有去出遊過的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瓶酒 這個不是 這個是加州的 這是紅酒啊 這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從南非回來的時候 哥哥就直接去美國念書了 所以他現在一直都在美國 就是已經定居結婚了 然後大概也是幾年... 幾年前而已吧 他那時候 因為他跟他老婆常常會去那個... 因為他住加州 所以會去他們的那個NAPA的酒莊 去有很多的試酒會 品酒會 所以他們就去參加那些活動 然後那時候就買了這瓶 然後就回來 回台灣看我的時候 就是帶回來 可是為什麼會拿這瓶 因為我就想說 之前不是加州地震 對 然後就是在NAPA那邊 就影響還滿大 就震稅很多酒啊 沒有 覺得妳哥 是在樓下7-11買的 也許... 然後沒有禮物帶回來 對啊 這會不會是7-11買的 7-11好像沒有NAPA的 應該人家轉送的啦 好 來 給老舅人看一下 但是呢 剛剛一軒講到的一個重點 對 那這個重點呢就是那個加州大地震 聽說大地震一震下來的話 加州的葡萄酒呢 聽說現在不知道要怎麼漲了 因為加州的葡萄酒的話 在全世界裡面的話呢 這個供應量其實有一定的規模 我印象那個林峰林老師 是 聽說加州的葡萄酒要漲價了 有沒有可能啊 是 這次地震 其實對於加州的葡萄酒業 其實有很大的影響 不過加州葡萄酒業主要分成兩種 一種特別是高單價的 尤其這幾年加州已經把一種叫做 摩拜酒炒作上來了 摩拜酒 摩拜酒 摩拜酒就是它的產量非常非常的低 然後品質非常非常的高 特別他們要得到那個 所謂Robert Parker 就是負責寫葡萄酒聖經的 羅伯派克先生 他們如果經過評價非常高端的酒的時候呢 他們的價格就會隨之上去 這個東西被稱之為摩拜酒 另外一部分是加州他們開始生產一些 當地的人 美國的人喝的酒的時候 它那些酒價格就很低 所以很多從NAPA 從加州回來的人 會覺得加州的酒其實並不貴的 但其實它是分成兩種 一種是很高 一種是很低 不過這一次呢 地震應該是一種全面的影響啦 對 這次地震的全面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呢 相對來說 這些所謂的特別的摩拜酒 它的價格 可是更惡話不說就往上走 但是它的原本的低價酒呢 也不要嗎 不會 因為低價酒他們對於 絕大多數喝葡萄酒的人來說 低價酒其實需求量 我今天沒有辦法再喝到NAPA的酒 我可以去喝智利澳洲 或是其他國家的酒 所以比較不會講到 我個人 這個加州的NAPA這個酒的話 有沒有可能會因此漲價 一定 就高端的摩拜酒了 高端的摩拜酒 價格肯定會更水漲船高 還是會漲船 肯定的 因為他們每一年生產出來 就已經完全在預購的狀況之下 就會銷售一點 然後一軒剛剛那個 維銘說妳這個是7-11的 我覺得是應該 我本來以為就經過地震後 我初估是就是比如說 原本可能一千左右 一千出頭 然後想說地震後應該會漲啊 可能就是大概三 四千 如果這支酒7-11買得到 幫我先買一打好不好 這是... 我跟你講 伊豐老師太客氣了啦 我買一車 好 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啦 這個不管哥哥從哪裡送來的 搞不好這一瓶真的是 一個不錯的酒 他10年也不是很便宜 好 因為一軒您估的價格 其實也估得不便宜 是NAPA的2010年的 對啊 我估就是 3千8 來 給老酒人看一下 好 林一峰 林老師 待會兒你可以看 要加價還是減價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來自於NAPA的紅酒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